2019年6月23日,法国华人餐饮联名协会 携手为支宿阿吉诺摩杜集团以及GFC集团 在分合日益的赛纳河畔游床上举办了首届的拉面大赛 历临现场嘉宾110人有余 协会于东道先生和阿吉诺摩杜的琳达小姐主持了此次活动 比赛开始前会长杨乐先生 阿吉诺摩杜欧洲区销售经理菲利普普拉特先生 阿吉诺摩杜营销部经理内藤玉史先生 以及GFC法国总经理涉谷大街先生 分别发表了此次比赛活动祝福致辞 对前来参加活动的嘉宾感谢和参赛选手的鼓励 比赛共10名参赛选手 重建后分别分为A组和B组各5人进行比赛 特约4位评委分别对每一位选手进行打分 分数最高者获得晋级名额 进行中级PK 比赛开始 每一位选手都根据自己对拉面的理解和每位的追求 选取了所需的材料 开始认真地诠释着自己精神的拉面 最后由A组的Jean先生和B组的胡仁妙小姐获得晋级名额 在终极PK前 由分火山林道馆带来精湛的剑道表演以及跆拳道的表演 在终极PK前面的剑道表演 精彩的比赛一结束 所有到场嘉宾都移步至游船内共进午餐 并集体投票决定由胡仁庙女士的一碗名为爸爸的味道的拉面 为此次拉面比赛的第一名 获得由Ajinomodo赞助小文工作室制作的菜单名额一个 以及协会为此准备的戴森V10西城汽一个 而西拜的Jong也获得由协会准备的小米滑板车一个以资鼓励 其余的八位参赛选手也获得了由协会准备的安慰奖 小米红漆手机各一部 而Ajinomodo更是贴心的为每一位前来参加活动的会员准备了精心的小礼物 徐建平主席亲自为协会提子 法国华人餐饮联名协会 此次活动在大家的欢声笑语和举杯公助中圆满落幕 再次感谢利林活动的每一位 感谢为此活动筹备工作的协会工作人员 视频来源小文工作室